好來這個早上也來出現到 10秋以來的上級溫 包括金門、雞藍和新地都不到13度 今天整天的高溫 也都沒有超過22度 要過來提示 他們暗到明天早上的早上更冷 鄉親時代 要穿好燙 日前的妹妹 給米粉湯那些深冬頭很溫暖 外面有更冷 前面大門口要入南眉 外面穿一頂 手又欠一頂 因為我們保持時是溫暖的28度 真的穿不穿 來台北省的有穿外套 有痛不痛 這樣就對了 因為日秋以來 上級我們來 在早上的離島金門12度4 多人7度12度6 新地關西12度9 把台灣對這波路南的東北幾乎印象最親 不過冷空氣最強的時間要不結束 也就是說除了東北季風之外 還有輻射冷卻的效應 所以我們預計這次東北季風 影響之下的最低溫 會出現在明天的清晨 在我們的中部以北 東北部的低溫 大約是14度 近山區還有比較空曠的地方 低溫要低個一兩度 起上去表示 北部東部可以測試 不用帶讓山變更大暖 這樣五山是不是比較沒機會落水 今天在河歡山有一些下冰線的部分 但是其實因為溫度的條件不是太好 所以並沒有看到明顯下雪的現象 天氣很冷 白山暗時到白時早上 是冷空氣的未來最強的時間 白天就像春十二度 南部二十分差很大 拜五百部東半部 大量全失眠要去天下雨傘 拜六星冷空氣的減復 只有東半部有局部地站好 全台灣都會是有日頭的好天氣 用現在子的倒數 那邊 左邊 右邊 右邊 左邊